欢迎收听由去月有声出品的有声书《武神主彩》 作者 按摩师 演播 麦小布 萧天逸 第1138集 秦晨以为这少年会默默地离去 可谁知道他竟然坐在了单格的门口 坐了下来大声道 我 我现在是六品烈钥匙 可是我相信自己的天赋 我所炼制的不是普通的六品脱骨蛋 而是改良过的脱骨蛋 拥有七品丹药的功效呢 我一定能炼制出来的 而且我相信一定要大师能看中我的潜力 他盘膝坐在单塔门前 竟然在众目睽睽之下开始炼制起来 很多人在大笑 一个小小的少年 居然敢说自己改良了脱骨丹的丹方 让一枚六品丹药 拥有七品王丹的功效 这简直是个笑话 果然 他的炼制又一次失败了 丹炉差点炸了 灰头土脸的 自然引来了众人的哄响 可是少年却无动于众 一次又一次的炼制 一次 三次 五次 可最终 没能成功 本来就是 若是六品的丹药 如此好改良 那些烈药大师们 早就研究出来了 岂会轮到一个少年呢 终于 第七次失败之后 丹塔的护卫 按捺不住了 因为少年的炼制 已经影响了丹塔的秩序 顿时走上前来 恶狠狠地踢发了探路 各种药渣散落了一地 滚 像这种做白日梦的炼药师 他们见得多了 只要不影响丹塔的秩序 自然是无可厚非 可现在 少年的举动 已经给进出丹塔的 诸多丹道大师带来了困人 这少年还不走 那护卫怒急冲突 一脚踢上了那少年 眼看就要踢中对方了 却被秦晨拦住了 那护卫看到秦晨之后 顿时惶恐不已 急忙行礼 破尘武皇之名 为阵天下 谁人不知 更何况 破尘武皇这些天 经常出入丹塔 他们自然认识 退下吧 秦晨对着那些护卫摆摆手 而后却在少年面前 蹲了下来 你这么炼制 是炼制不出来的 你所改良的脱骨丹 替化了七种灵药 但是在药性冲突上 却没有达到完美平衡 或许你曾经炼制成功过一次 但是那只是巧合而已 并且实际炼制出来的脱骨丹 也有严重的副作用 少年吃惊地看着面前 那个看起来年仅三十岁不到 却被称为大师的身影 小子 你继续留在这里 只会被赶走 回去吧 你若能在十天之内 再次炼制一炉 你所谓的改良脱骨丹 我便给你一次进入丹塔的机会 秦晨游记得 自己当年是这么说的 其实 他并没有想过 这个少年真的能再次 炼制成功改良脱骨丹 他观察了这么久 早就发现了 对方炼制过程的缺陷 这是一个概率问题 恐怕 一百炉的丹药 也未必能有一次成功的机会 所以 看着少年拎着残破的丹炉 离去的背影 秦晨便准瞬 把这个事抛在了脑后 因为他知道 十天之内 这个少年根本不可能出现了 十天的时间 别说一个六品的药尊 就连一个八品药黄也未必 能用这个少年的方法 炼制出一炉成功的脱骨丹 可是令他没想到的是 十天之后 他再次来到丹塔的时候 却看到了一道 跪在丹塔门口的身影 他的手中 捧着几枚丹药 歪歪扭扭地 极其难看 但是却散发着药气 师父 月卖成功了 少年嘶哑说道 双眸赤红 贵服在冰冷的地上 原来 在那天回去之后 这个少年一直在炼制 九天九夜 没有休息一个时间 终于 在炼制到第三百五十六炉的时候 成功了 他一早便跪在了这里 就是为了等秦晨的 而在秦晨说完这句话之后 少年便一头晕死过去了 他的精神力 在九天九夜的疯狂炼制中 早已经耗干了 秦晨记得他当时的自己 动容了 这少年用自己的行动 在秦晨的心中打开了一道缝隙 所以 他履行了自己的诺言 带对方进入了丹塔之中 并且全力一致 因为此刻的少年已经宾死 直到三天三夜之后 这才转行 师父 少年第一句话便是这么喊的 却被秦晨直接打断了 哎 我不是你师父 你也不是我弟子 在我在丹塔这段时间里 你可以向我请教 但是 你我并非师徒 秦晨是这么说的 也是这么做的 并将少年推荐给了丹阁十任阁主 成为了十任阁主的一个普通弟子 这段秘心无人知晓 后来墨渊白成长起来之后 也没人将他和当年 跪在丹塔门口的少年联系起来 师父 一日为师 终生为佛 在徒儿心目中 您永远是徒儿的师父 后来秦晨离开丹塔 已经成长起来的少年 跪在秦晨面前哽咽说道 此时的少年 已经是时任丹阁阁主 最疼爱的关门弟子 丹城 冉冉升起了一颗新星 丹阁的圣子 想不到我破尘武皇 竟然也有这么一名寄民弟子 秦晨大笑了一声 就这么转身离去了 只剩下了少年 挺拔的背景 跪在丹塔之中 久久不起 那一幕 似乎还游在眼前 然而 三百年之后 一切 却是物是人非 当年那个年轻气盛的少年 已经是成长为了 单格信任的阁主 威震 欲内 发慌的人物 而当秦晨心中 情绪波动的时候 墨渊白 也是抬起头 目光和秦晨 对视在了一起 你就是天雷城的城主 陈青 还有一个名字 叫秦晨 自称自己是 破尘武皇的弟子 正是本少 秦晨笑道 墨渊白 手持诸天万戒 冷冷地凝视秦晨 你是如何 进入天火殿中的 本座看你的手法 乃是破尘武皇 独有的禁止手法 你和破尘武皇 到底什么关系 墨渊白 声音激动 目光中绽放着冷光 你说呢 秦晨微笑地说道 哼 装神弄鬼 墨渊白冷哼一声 我不管你是什么人 什么身份 今天 你若是不和本座解释清楚 别怪本座对你不客气 嗡的一下 他手中的诸天万戒 爆发出了一股恐怖的力量 顿时 整个天火殿 都被这一股虚空力量给包裹了 化作了万千结界 将秦晨死死地笼罩了 好 败胜尽强者 底气这么足吗 秦晨笑了 你怎么 墨渊白脸色一变 自己是败胜的消息 根本无人知晓 这小子竟然一眼就看穿了 此人到底是谁啊 难道说 如之前司空号所说的 是一模族培养出来之人 想到了这里 墨渊白脸色大变 体内浩荡的气息陡然爆发 并且一朵恐怖的火焰 从他的身体中生腾了起来 不管秦晨什么身份 他已经打定主意 先将对方拿下再说了 不过 就在墨渊白准备动手之时 只听秦晨悠悠叹了口气 墨渊白啊 三百多年过去了 你连我都认不出了 墨渊白身躯狂震 眼底迅速涌出了惊惧之色 也许是因为太激动 他五官都扭曲起来了 你 你 你是 墨渊白伸出手 哆哆嗦嗦地指向了秦晨 已经是紧张到 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了 秦晨淡淡笑 墨渊白 看来你不但长大了 连脾气也大了不少 竟然敢教训我了 轰的一声 听到这话 墨渊白的脸色煞白如指 神情激动万分 你是 世尊 他激动的眼眶一下子红了 心中因为激动 大脑甚至停下了思考 有一种窒息的感觉 他抬头看着秦晨 眼前的这一切 都是那样的真实 可是 却让墨渊白 有一种梦幻一般的感觉 世尊 弟子 这是在做梦吗 你 你真的回来了 墨渊白 嘻喃地说的 毛子里面露出了复杂之色 可无比可望 这是真实的 可是 他内心的深处 却还是有着一丝怀疑的 因为这实在是太让人难以置信了 墨渊白 还记得 为时第一次带你来到天火店中的场景 秦晨淡淡说道 墨渊白豁然抬头 秦晨右手伸出 顿时无尽火光 在他的右手凝聚 一道道火光在秦晨周身凝聚 这些火光融入到秦晨的身体 绽放无尽的社会 火灵 容体术 你 你真是师尊 墨渊白心神震战 双眼之中的泪水瞬间滚落而下 激动到无法自已 这一幕 他怎么也无法忘记 当年的师尊将他带入丹塔之后 第一件事 就是带他进入这天火店中 传授到火灵容体术 感悟这天火店中的火焰力量 当时啊 他不过是一个六界要尊而已 别说进入天火店中了 甚至连步入丹塔的资格都没有 虽然当时天火店还没有现在这么严苛 基本上 张老便可以随时在天火店外进行感悟 但是 想要进入天火店 还是需要两位以上的副阁主进行审批的 可也不是他这么一个丹塔弟子能够进入的 但是 在秦晨的率领下 他却是毫无阻拦地被带入进来 他还清晰地记得 一路上 无论师尊破尘武皇走到哪儿 到处都有炼药师向他行礼 态度恭敬 当时的他甚至还不知道师尊的身份 后来才知道 这一位竟然是传说中的破尘武皇 以八截武皇修为 就在丹道上达到了九品极限 不弱于丹阁现任阁主 逆天炼药师 从那一刻起 墨温白觉得自己心中的一扇大门被打开了 而也只有如此声望的破尘武皇才能带着他这个小小的要尊 直接进入到天火殿 这是整个丹阁中 除了阁主之外 唯一拥有此特权之人 在天火殿中 墨温白得到了秦晨传授的火灵绒体术 得到了自己的第一朵火焰 虽然秦晨并未正式收他为徒 但从那一刻起 秦晨在他的心中便已经是师尊了 没有秦晨 就没有后来的墨温白 更是没有现在的丹阁阁主 师尊 墨温白激动地说道 双眸中泪光连连 他噗通一声 竟然在天火殿中跪下了 墨温白可是如今丹阁的阁主 大陆最顶尖的强者之一 在丹城之中一言九鼎的任务 此刻竟然就这么直挺挺地跪在了秦晨的面前 没有一点的犹豫和便利 这样的画面 若是被外界的其他炼药师看到 绝对会震惊地心脏爆掉不可 但是墨温白却是没有一点不自然 在他的心目中 秦晨是他最尊敬的师尊 一日为师 终生为父 说是他的父亲 也不为过 他对于秦晨的尊敬 已经深深地进入到了骨髓里 所以在知道秦晨的身份之后 他就直接跪下来 跪 必须要跪 游记的当年是在丹塔门口的一跪 让他获得了跟随秦晨的资格 现在再见到师尊再跪一次 又算什么呢 秦晨苦笑了一声 这墨温白还是如当年一样 见到自己就要跪下 甚至当年自己都已经说了 不是他师尊了 他还要跪 不知道的人 还以为他有下跪的喜好呢 可是没人知道 普天之相 除了秦晨之外 没有任何人 再能让墨温白下跪 秦晨摆了摆手 但笑道 冨白 你站起来吧 别跪着了 地上凉 墨温白 闻言连忙摇了摇头的 不 师父 我跪着 跪着好 跪着舒服 而且这里是铁火店 地上一点也不凉 还热得很呢 墨温白这么个气势不凡的强者 竟然就这么傻笑起来了 脸上的泪水还没干 看着秦晨 一脸喜悦和幸福 他害怕这时末 自己一旦醒来 师父就不见了 傻吧你 秦晨叹了口气 瞬间落在了墨温白的前面 快起来吧 师父 你就让我跪着吧 我喜欢跪着 因为我实在太高兴了 墨温白激动地说道 目光坚决 秦晨叹了口气 健壮也就不再多说什么了 墨温白的脾气十分的绝 只要是打定了主意 几乎没有任何人能改变得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太阳光室的氏